大家好,又到了LAP Channel的时间 踏入了2023年,日本Tikulon厂创立了15周年 因应15周年的建厂纪念 相计都会推出多件纪念的产品 而打开头发,其实就是我手上这一张叫做D-Lensheet的一件产品 究竟这一件产品有什么特性和如何发挥到它的威力呢? 不要走开转后和大家介绍 在我未详细介绍D-Lensheet这一张的战片 其实我想更正一些它的读音 因为我很怕被Youtube以为我讲粗口的黄标的视频 这一张其实日文的读音是叫D-Lensheet的读音 之后我用回中文就叫D-Lensheet来介绍 会比较好一点,有时候我免得Youtube以为我讲粗口 这一块D-Lensheet的读音 让大家看一看 好了,你会看到一块蓝色的表面 相当之静默的一块蓝色 其实看到这一块蓝色,大家都会想起 之前一块非常好卖的一块 叫D-Lensheet的一块软身的战片 只不过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? 这一块D-Lensheet的战片 是用一种硬质的金属来生产的 根据厂方的资料 其实这一块D-Lensheet的战片 是由一块0.6mm和一块0.8mm的钢板的合金 就是经过厂方自己开发的一种特殊黏合技术而构成的 所以你会看到是非常硬质的 好,那大概这一块D-Lensheet的战片 我现在手头上这一块小的 都有一定的份量 我刚才也看过 大约有680克的厂 D-Lensheet有三个尺寸 分别是我手头上这一款D-Lensheet25的小版本 另外有一款就是40的中好的版本 另外有一款就是50的大好的版本 是给大机用的 而这一款的小版本都相当受欢迎的 为什么呢?大家都知道 现在很多CAS串流的器材 很多器材都是非常小的 很多客人特别喜欢买这一款小的战片 是去战他们的DAC、串流器材 甚至乎Clock等等的一些串流器材 上面使用的 这块D-Lensheet的使用方法非常简单 除了你可以直接将器材 占在上面使用之外 其实根据厂方的资料 这一块战片是可以配合 贯民厂的另外两块化震板一起使用的 分别是20E和TMB300这两块化震板 用了之后可以配戴这两块化震板的威力 我们还有客人买了这一块D-Lens 战片之后 还有一些订阅给我们 发现原来这一块战片 可以占在书架喇叭下面使用的 怎么也知道 大家都知道 一般用书架喇叭 未必一定是放在音量加上用的 其实很多客人可能是将书架喇叭 放在一个地柜上面用的 书架下面和地柜之间 有时都会占一块黑马石 占着书架 我们有客人发现 这一块D-Lens 战片 占在黑马石和地柜之间 同时会发现 人声那种的立体感 包围感和低级控制力 都是有明显的提升 今天有关这一块D-Lens 战片的介绍到这里 记得点赞和订阅 订阅我们的频道 下次再见 拜拜